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个部分来看 超重 广运 泰硕 股价持续的抢抢棍 高烧不退 那接下来该轮到谁来涨 更有看头呢 还有饥渴股 今天主要是二线的活蹦乱跳 那陈明镇震发 今天股价非常给力 亮灯涨停板 但是老大哥 秦晨却长不太动 该怎么挑选呢 美光 海力士 纷纷的投入HBM 高频宽记忆体 下半年来看 国内有哪些厂商 业绩正在起飞的赛道上呢 低轨卫星 后续的业绩 渴望持续的受贿政策加持 那么耀华 申达科 申达科都已经升空以后 这里回头看看 华通会不会被低估呢 另外金融股呢 今天股价比较疲软一些 不过好的买点往往就在呢 股价拉回整理过后 所以呢 便宜的金融股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来掌握 更多操作的重点 选股的密码 都在今天的股市权威陈薇良 请大家呢 记得去按赞 订阅 转分享 YTE频道上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每天都有追踪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还没有追踪的话 记得到YT当中去搜寻 按赞之后 开启小铃铛 并且欢迎多多的分享 那大盘呢 今天量明显缩下来了 那只剩下呢 3700多亿 那基本上呢 其实指数已经开始 进入到高档的整理区间 我们先前呢 从技术面的指标提过 目前呢 不论是在60分钟小时线 日K线 周K线 基本上都是背离的格局 所以呢 高档要强攻 难度会比较高 但不是没有机会 但必须要有一些 能够配合突破的条件 这个部分待会再来谈 那首先呢 如果从资金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台股能够在高档 维持整理已经算非常不错了 因为呢 台币目前开始出现 悄悄的回扁走势 尤其呢 台币已经呢 去扁破了上个礼拜四的关键K棒 黑K呢 代表的是升值 红K呢 代表的是扁值 所以呢 这一根关键K棒的高原 上原 那大概就是在32.25这个附近 它其实是呢 决定台币短线 强弱升扁的关键点位 但是呢 很明显的今天是呢 扁破了 所以呢 代表呢 资金动能熄火 尤其是国际资金买盘会开始缩手 所以台股呢 能够称在相对高点 其实已经不简单了 因为这段时间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主流股 全职股 可能都会被提款 那正所谓呢 蜀中吴大将 调化作先锋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呢 在三国时期 蜀国原本的一些名将呢 那纷纷的呢 这个阵亡的阵亡 倒地的倒地 那变得呢 可能就是由一些呢 二三线的开始出头 那今天的台股的盘面 我想呢 这十个字就是最佳写照 蜀中吴大将 廖化作先锋 原本的主流股 原本的一线股 买盘散的散 那这个主流股 强势股呢 休息的休息 所以资金呢 就轮动 转网呢 可能有一些题材的 但是属于二线或三线的小股票 因为小股票 股本小 筹码比较轻 所以只要呢 给予一些呢 想象空间 它就能够创造所谓股价的想象溢价 就比较好拉抬啦 那所以呢 我们从今天的十九大肋股来看 基本上呢 从价格的表现 涨跌幅来说 几乎了全盘进末 几乎全部都跌了 那尤其像先前呢 轮番单纲呢 要脚的重电 营键 航运 乃至于呢 一线的主流电子 现在看起来呢 都没有人气 买盘都开始形成鸟兽散 好 那回到呢 现在这个盘面的一个现象 整理不是你我能够改变的 那但是呢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 因为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股市有两百多个交易日 你要呢 从年初到年中间到年末 每天都在涨 不可能吧 所以涨跟跌都是股市 必然会经过的过程 但还有一个过程 叫做整理 那往往最怕的就是什么 投资朋友在整理的期间 因为心态焦急了 所以呢 急着想要呢 抓到今天的标股 抓到明天的标股 导致呢 过多不必要的频繁交易 结果呢 越买越乱 越做越错 反而把自己的资金折损掉了 信心也磨光了 那等到呢 真正有突破性的 趋势行情来的时候 真正呢 属中吴大将 大将呢 回归领军的时候 已经磨质呀 没钱了 信心也没了 那你不妨这个时候呢 先静下心来思考一下 或者呢 打开你的APP库存 看一下呢 你以前的股票 你现在账面上 可能呢 有一两支标股 是你今天追进去的 运气不错 喷上去了 但是你再看看 你的账面的库存里面 有没有其他五六支 七八支股票 是你呢 两个礼拜前 一个月前 也去追的标股 但是是现在 你很屋准烦恼的 套牢持股 当初这些也是标股 就你在两个礼拜前 跳进去追的 当天那急拉的时候 你跳进去追 但是呢 现在被套住了 所以你今天去追的标股 运气不错 如果它涨停了 也不要呢 掉以轻心 万一不小心 过几天 一两个礼拜后 你没有卖 没有跑 会不会又变成是 新的业障 又有新的被套牢的股票 那很多散户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会不断不断的 恶性循环 重复发生 所以我想是要提醒各位 因为在整理盘的时候 是散户最容易犯错的 趋势盘大家不会 因为呢 趋势大多头好赚 趋势大公投 大家也知道要散 但是整理盘的时候 散户最容易 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错误 不必要的错误 好 那我们呢 先来看一下 最近有一档股票 大家绝对很熟 那我把它敲出来看 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散乐标股 6230尼德科超重 今天它又亮灯涨停板 股价呢 来到367元 续创新高 那你们知不知道 尼德科超重 这个波段 为什么能够大涨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呢 它的母公司 它的大股东 是日商 尼德科 那因为尼德科 接到 辉达的 一冷散热订单 所以市场上 就多了一层联想 如果母公司 尼德科 日本的尼德科 接到 辉达的 一冷散热订单 那这样子我们 国内的6230尼德科超重 会不会也受惠呢 我问你们会不会呢 其实这是大家现在在联想 或者说猜想的阶段嘛 不过呢 光是联想跟猜想 我们看看呢 超重的股价反应 真的是不简单 今年以来已经涨了148.8% 光是过去一个月涨幅就超过五成 好了 那刚刚说 真正让它上涨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母公司 确定是拿到辉达订单 但是尼德科呢 在日本股市挂牌交易 它本身自己 今年是涨28% 过去一个月涨幅甚至不到一成 所以你会发现呢 在台湾的子公司 对于这个消息面的反应 远比真正受惠的母公司 还要强烈许多许多许多 那这个只能说 是台湾前Incarbug 还是说台湾投资朋友的 想象力真的是无穷大 这我就不知道了 那但是呢 股价怎么涨 你终究都是要呢 去匹配它的基本面 否则小心呢 就是所谓的股价跟基本面的关系 就像呢 狗跟主人的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尼德科超纵 他今年的业绩表现 前四个月份营收年减37.1% 衰退 今年第一季税后净利 年减53.3% 衰退 EPS 0.53元 EPS 0.53元 股价在367块钱 我只能说 我不敢买 那投资人敢不敢买 这个就大家心中自己有一把尺 那其实除了这些营收或财报 这些过去式的财务数据之外 其实我特别去看了一下 尼德科超纵 他的资本支出 你们应该没有去注意 对不对 因为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联想 有那么高的几率能够成真 也就是说呢 妈妈接到水冷散热订单 多到呢 会把订单分给儿子的话 如果多到这么多的话 那这个儿子 他一定要去做资本支出 否则已过往 你又不是在做AI伺服器的散热 那水冷散热 难道没有研发的门槛 难道不需要更大的产能来支援吗 所以如果没有资本支出 我真的看不到什么证据指向 尼德科超纵 他的业绩即将在起飞的轨道上 这是渭阳老师 我研究过后的心得 当然不表示 明天尼德科超纵不会涨 或者说会不会再拉 好几根涨停板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呢 这边的价位 我个人是不太安心的 不会让我了 舒舒服服 很放心要去做投资 那你真的要去买 要么股价整理过 要么呢 你要确认订单在手 各位看一下6125广运 这两天的表现 也不输给尼德科超纵 不是吗 但是它是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箱形整理之后 放量突破 昨天涨停 今天再涨停 那一步步的进逼历史高点了 所以呢 再往上 它就即将呢 突破历史新高 海阔天空 那或者说呢 目前呢 分盘处置的高利 8996高利 那现阶段呢 它也呢 进入到真理的尾声 但因为呢 是分盘 所以呢 量缩 那量缩呢 也表示筹码安定 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整个散热族群要轮动 轮长得更健康的话 一线的真正的老大哥 双红旗红必须要表态 这个才是重点 好 那另外今天非常热的 包括呢 AI伺服器的机壳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呢 小厂的部分 好 像今天 好 我们看到 3013成名电 股价呢 亮灯涨停板 好 但是呢 你如果看 成名电 它过去这几个季度以来的毛利率表现 虽然说呢 有平稳的开始提高 但现在呢 只有达到大概14.23% 所以显然呢 这个AI的部分 还没有开始空险 否则毛利率不会只有在一字头 那今年第一季EPS 其实也只赚了0.39元 好 那过往我们就跟各位呢 聊到过 关于呢 成名电的部分 事实上 市场认为它第一季财报很好 但我认为它的第一季财报不够好 那我会认为这个位置 比较适合做短档 短线操作 那今天那股价呢 锁住涨停 来到90.5% 创新高 不过呢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因为我认为呢 九字头的成名电 是比较贵的 它并不便宜 90块钱 你去对照 EPS只有0.39 那我们回头去看 如果呢 讲到饥渴 最机优的 一线大厂 而且确认吃下 灰达GB200订单的 是8210秦城 这个数字部分 大家可以去做比对 秦城第一季的毛利率 也往上提升 并且来到24.83% 那是不是比起成名电 高出了10个百分点以上 那另外呢 它第一季就单季 赚了3.03元 它单季EPS 几乎是成名电的 将近八倍 成名电赚0.39 那秦城赚3.03 所以说 如果秦城的EPS 几乎是成名电的八倍 假如各位可以接受 90块钱的成名电 那我问你 这样岂不是秦城的股价 应该是成名电的八倍吗 八倍吗 那你90块乘以八是多少 所以我的意思是 要么就是成名电被高估了 不然就是 秦城是被低估了 你们认为是哪一个呢 欢迎底下留言分享 所以跟各位讲 现在的一个行情 当然并不是属于这种 准备要大涨特涨的格局 那资金也慢慢的萎缩了 那类骨依照题材 快速在轮动 尤其是同一个类骨里面 现在看起来普遍来说 重量级的机优身或一线骨 反而在熄火 那二三线的题材骨 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活跃表现的空间 那如果呢 你想要快速冲刺的话 当然可以去寻找 盘面当中的强势骨 做比较贴盘的操作 但是呢 这个节奏真的要小心 那步调一定要呢 跟得上盘式的脉动 那该买的时候就买 不要呢 犹豫了三天 刚好人家震荡要出货 你才进场 那万一真的是 买高了 买贵了 要停利或停损 真的也不能 有这个富人之人 必须要呢 大刀阔斧果决一点 否则 接下来如果真正 有强势的主流股 或者是有波段行情的时候 都担心大家手上 已经没有资金了 所以呢 操作一定要小心谨慎 在这边呢 高档要如何去做一个 最漂亮的换股呢 欢迎大家 跟景权威家族的脚步 90天的百万特工队 正在募集当中 欢迎大家可以来电 或者是私讯 进一步的恰询 Adstock888 小老鼠 STOCK888 我们休息一下 更多的操作设备 建议广告回来 继续请教卫良老师 欢迎回到股市权威 再把时间交给卫良老师 好 刚刚我们比对了 尼德科操纵 这个跟他的母公司 尼德科股价的一个 强弱的表现 事实上我蛮常做这样的 比较国际宏观的观察 因为毕竟 其实现在全球的投资 都是无疆界国际化 所以我们台股的投资人 其实也不要闭门造居 有的时候 你在看一些产业的线索 我们讲上中下游 这个所谓的上中下游 当然也包括国外 另外很多个股的股价 它在联动 也不是只有 跟台湾的股价去做联动 会去跟国际市场去做反应 最近比较少台面上的分析师 跟大家谈记忆题 因为看起来 股价没有这么活泼 没有这么火热 不过如果你喜欢逢低布局 而不是跟着大家 一窝蜂挤到危险的地方的话 我今天带两档股票 来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就是大家应该很熟悉的 在美国股票市场挂牌的美光 另外则是现在全球 在AI时代之下 HBM高频宽记忆体的龙头 是韩国的海力士 你可以发现这两档股票 过去这一年来 涨幅都几乎快要翻一倍了 而且都创下新高 这个回头去看看 台湾的记忆体公司 可能有的时候 大家觉得这个题材 比较没有那么那么样的 特别或吸睛 所以大概就是做个短线 赚了就跑 赚了就跑 所以导致股价的走势 说实在的 也的确比较牛皮一点 上了又下 上了又下 但是还是有默默在电高当中 我认为再怎么样 其实到了第二季以后 到了第三季以后 其实整个记忆体财报 可能会让很多市场专家 跌破眼镜 这个不管是在净利率的表现 或者是EPS的数字上面 应该都会大幅度超过市场预期 这边我们建议大家去留意 就是存货跟股本的比重 我想我们谈过很多次 关于这种景气循环的产业 重点就在于 报价上涨的时候 谁握有低价的库存 而且占股本的比率越高 接下来价格涨上去之后 它的受惠程度就越大 所以包括像4967石拳模组厂 它的存货股本比是来到7.89倍 另外3260微钢 它的存货股本比也非常高 来到6.66倍 这两档都是在记忆体当中 其实今年第一季 已经率先缴出了非常漂亮 非常强劲的成绩单 而且后面二三四季 我认为都会记忆高 甚至是高于市场原本的预期 至于说其他的记忆体公司 当然你可以慢慢去观察 会不会有些联动效应 不过同样的逻辑 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说二三线的股票 你就要去注意 事实上它可能没有 那么多的地价库存 或者说它业绩根本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实质受惠于 报价的上涨 这个你就要去做斟酌 讲到记忆体 当然再回头去看一下 半导体产业当中 也有一些好公司 逐渐的开始准备要 蓄势待发做攻击突破了 首先623旺系 这是一档高价位的股票 不过因为第一季的财报 大幅度成长 最后经历计增的43% 年增40% 双绿双增都突破了四成 EPS来到4.18元 比法人原本预计的财报 还要更优秀 估计第二季以后 受惠于AI的需求 因为现在AI也必须要采取 更多更多的这种 垂直探称卡的检测 所以有利于公司的接单 持续畅旺 公司也提早因应 做出了扩厂的计划 股价的部分 先前创历史新高 目前就在高点附近徘徊 随时都渴望进行突破 再来我们来看一档 筹码有玄机的股票 8028 生洋半导体 主要产品跟业务 是再生晶元跟晶元薄化 它目前有两大法人股东 都是所谓的台积电 大联盟的成员 一个就是设备厂 军豪 它是在四月份 取得生洋半导体 将近9000张的股票 每股价格在51.1元 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 大概就是在 这一波起涨之前的底部区 第二大股东 则是盛辉 也是台积电供应链的设备厂 之前有公告 持有8000张 持股比重达到4% 因为这个COAS 目前绝对是市场 持续关注的趋势 但是很多COAS的设备厂 当然股价涨高了 可能慢慢都会 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压力 但是这边你去对照 深阳半是谷底刚出发 而且在上礼拜五 它爆一个底部的大量 做出了突破 今天换手之后再越过新高 所以代表这边有机会 展开一个比较属于 中长线的波短行情 说到COAS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最近股价开始 做拉回的6425亿发 虽然最近看起来 有跌破月均线 并且回撤季线 但是其实最近的拉回 它的成交量 都没有明显放大 所以其实只是进行了 筹码符合的清洗换手 再回头去看 今年光前四个月份 一发的营收 就已经成长了两倍 甚至单月的EPS 来到0.91元 所以看起来 目前它的本益笔已经落入了 便宜价的区间 所以好公司 记得都趁拉回或整理的时候 去找买店来布局 90天百万特工队计划 欢迎大家加入LINE 时讯询问 atstock888 最大操作的顺心 明天见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谢谢请观众朋友 本公司在索色界 分析的个别有家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经过的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格独立探战 选顺评估 并且去资互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